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房贷限缩打房孔奏效 房子慢慢賣 價格趨平穩 大家對明年2021房市看法如何 我覺得2021年的房市其實應該還不錯 我覺得現在買永遠不嫌晚 這次的台南聽說它的漲幅有60% 所以我覺得當初都很好 目前各國央行其實都有蠻多資金行情的 資金如果這麼腐爛利率成本又很低的話 至少明年的房市我是看漲 看來大家都對未來房市充滿信心 台灣今年房市在後疫情時代出現強勁反彈 而明年在營造成本地價雙漲壓力下 房市又是會如何 蘋果新網及不動產業界為您整理房市五大面向 帶您一探究竟 今年對許多建商來說是喜優參半 喜的是預售賣得太好太快 優的是營建成本大漲 據內政部統計今年前8個月 土地交易買賣比數較去年成長7.4% 成交總額高達1兆698億 全年土地需求與熱度渴望創下近5年新高 而明年土地價格持續看漲 台灣就是地下人稠 土地不可能進口 現在應該是有史以來工人的薪資最高的時候 營建成本也變得很高 從年初到現在已經佔了2萬 明年持續這個現象它也不會消退 營建成本變貴反映到售價上 明年房價往上染生王敵有稱 價跟量都一起量 我想很少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單價的部分它會更上一階 南科的這個台積電子這個部分 它會造成就是說全台灣有史以來 最大的一個工程師的千里潮 就是往南走 新竹台中台南等地房價漲幅已一成 明年一字頭將成絕品 台中幾乎要推到海線才有過 都會是出現在房價激起低的地方 散化 新市 這些地方 原本都不會有建商進去蓋房子 比較少 除了新案 現在全台如火如荼 正在進展的還有維老都根 因為內政部加碼容積獎勵 明年將出現迷你社區紙片屋 遍地開花 我覺得政府現在目前在加速 所謂的都根跟維老的部分 它的腳步不會慢應該會更快 這會加速在整個開發商開發的速度 市區低價貴為控制低總價一千萬以下 建案自動受申為極端小災 中南部已可見30坪三房 20坪兩房 未來這現象會更加明顯 今年房市轉折萬千 從武漢肺炎爆發到空軍看衰 隨後低利政策燃起房市大火 尤其七八月份一燒不可收拾 投資客紛紛出籠搶禍 政府官員面臨到投資客 投機客炒房的民怨 頻密釋出有可能會打房這個訊號 果然在12月初 央行突然丟下房貸信用管制措施震撼彈 針對公司法人自然人購地貸款 與與無貸款四項限縮貸款陳述 此舉讓學者和房中業者大讚 我覺得香港已經有抓到 這個投資客的一個痛點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 蠻到位的一個政策 政府寄出選擇性信用管制 確實可使房市炒作與屯房截制 不過有建商私下直言 這比房地合一稅影響還大 房地產才剛回溫半年 突然嚇死重手實在不合理 政府因正式缺工問題 包租代管業者認為 明年受此影響 房價會趨於平穩 很多口在叫聲的投資客 仍會朝低價去進場 長線來看人具潛力